中国佛教史有所谓三五灭佛 一集三位庙号中有五字的帝王 魁佛灭教的记载 第一位灭佛的帝王是北魏太武帝拓跋仇 第二位是北周武帝宇文雍 第三位是唐武宗李延 这是云冈谭耀五窟第十八窟的大佛 传闻是北魏第三位帝王 太武帝拓跋仇的造像 这个大石佛身上磕着全中国石窟绝无仅有的千佛袈裟 意思是袈裟上布满着一尊尊小佛像 有人认为可能是太武帝发生了鲁莽的灭佛之举 文臣帝期望能够千佛护佑祖父 而找出这么一座独一无二的大佛 我们在此简单叙述拓跋仇的生平及灭佛经过 北魏太武帝拓跋仇即位时 只有十五岁 他整顿立志 立经图止 令人刮目相看 北魏国立进入鼎盛 他扩张疆土 先后消灭下国北焉 在西元439年灭北梁 统一北方 扩地迁于礼 与南方留宋对峙 从此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 但他后期刑罚残苦 使国内政治混乱 太武帝信任宰相崔昊 道士叩千只 崔昊于是对佛教履敬残言 加上葛无兵变 在佛寺发现兵器 世中又有沙门饮酒 于是太武帝在太平真军七年 下命诛杀沙门 崔昊为了讨好太武帝 乘势骗杀天下沙门 所有浮屠 形象 湖经 悉数焚毁 沙门无论哨掌 全数坑杀 直到四年后的太平真军十一年 太武帝遇到沙门潭使 潭使的神意令太武帝惊骇 造潭使登殿 亲自败谢 随后太武帝忽然深感力气 疼痛不可忍 这时群臣都说 这是崔昊为佛所造成的啊 太武帝听了极为惊句 这时 崔昊科传《国史与史》上 写下了这些事 太武帝厌恶他张扬国家的丑事 便将崔昊关入囚车 命识多人推着车 在车上对他的嘴变腻 然后腰斩 同时株连崔昊五族 辽属 总共一百二十人 并立即下造恢复佛法 大约一百二十年后 时间来到北周五帝 以下综合周书 佛族统计 简述北周五帝生平及灭佛经过 北周五帝在位之时 整顿立志 使政治清明 百姓生活安定 国事强盛 他生活简薄 能够及时关心民间疾苦 可以说是南北查两百多年的乱世中 少数称得上有作为的君主 他也是继北魏太五帝之后 第二位灭佛的帝王 建德三年五月 五帝开始灭佛 当时五帝想独废试教 于是找来道士张兵 想以调诡言辞挫败示众 不料支玄法师侃侃而谈 五帝眼看张兵不能论胜 便以帝王威势要折服支玄 可是支玄仍是安详以对 大臣们对支玄无不钦佩 只有五帝很不高兴 第二天 五帝下诏 禁止佛道二教 二教经书 塑像全部毁掉 废俗生人 道士 命令他们全部还俗 同时将北齐境内的佛教经典 塑像一并毁掉 生尼还俗者有三百余万人 宣政元年六月 五帝感染立即 身上大发庸疮 不久便崩出 灭佛历时四年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因果轮回是佛教的重要理论 北魏太五帝灭佛后 因欲弹死而谢罪忏悔 但北周五帝致死都没有机会回头 五帝既然如此灭佛 有没有遭逢什么厄运呢 隋文帝阳间在北周时 曾官拜票计大将军 又被封为大兴郡公 再承袭父亲祝国爵尾 北周五帝时任隋州赤使 也参与灭北齐之战 在隋文帝开皇十一年时 内太府侍臣 赵文昌有天忽然暴毙 但心头为温 家人不敢入恋 赵文昌到了地狱 阎王查明他平日都持奉金刚径 既有功德 而且是误作 便放他还阳 有个人在前领他行走 赵文昌路过一间房子 见到宇文雍在里面 身上带着三重钱索 五帝痛苦地问 你还认识我吗 赵文昌回答 我当年是您的侍卫 五帝说 你既然是我的旧臣 你回去后 替我对隋文帝说 我原先的各种罪过都快藏清了 只有除灭佛法这条罪过 实在太过深重 常犯不清 至今未可赦免 希望隋文帝为我做一些功德 我借此福佑方可脱离地狱 赵文昌答应赵伴 继续往前走 见到一个大粪坑 里面泡着一个人 赵文昌问领路的人 这是谁 灵路人回答 他是秦朝大将军白起 醉念还没受完 赵文昌复活后 把所欲的事上奏给隋文帝 隋文帝下令 要天下百姓每人交一文钱 为北周五帝做功德 请僧侣送念金刚般若经 并设哉供养天下僧侣三日 明报记者记载 有个曾经负责五帝善使 名叫拔彪的人 当隋文帝在位时 拔彪忽然报死 原因是五帝爱吃鸡蛋 明府派人要拔彪去问实情 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阅读这则故事 唐武宗在开城五年继位 一年改元会昌 会昌六年驾崩 在位七年 武宗即位时 据大唐王朝灭亡只剩六十六年 历史上对这位帝王的评价 褒贬各半 但大体上还是认为 这位君主算是晚唐的忠心明君 四十一年前 元道一文提出 人其人 火其书 卢其居的论点 唐武宗在展开一系列的灭佛政策时 真的就用上了 武宗在还没即位之时 对炼丹修舍之说 已经很有兴趣 开城五年 唐文宗驾崩 武宗即位 九月辩造道士 赵归珍等八十一人进宫 在宫里弄道场 武宗亲自接受法律 会昌元年六月 封流玄境为迎清光路大夫 赤号广成先生 命令他与赵归珍 一同在宫中修法律 会昌三年五月 武宗在宫里见望先坏 会昌四年三月 武宗向往神仙之术 拜赵归珍为师 赵归珍得宠 每次与皇上谈话都毁谤 排挤佛教 甚至以杜浩森林比喻佛教 建议应该尽早除掉佛教 武宗很是相信 于是展开灭佛精灵 朝城若有敬见者将受灭离之佛 纵使常有佛谷之处 也不得供养 敌拜 无论师送或受购 只要一千几账 一律折打几账二十下 元人和尚在入堂求法巡礼行迹里记载 敬离一出之后 四处临近决人往来 无人送购 会昌五年正月 建官上书皇上过度恩宠赵归真 武宗答复 别说一个赵归真 就算是一百个赵归真 也不能迷惑 赵归真因自己遭到议论 于是举荐说 罗浮山道士邓元起有长生之术 邓元起从此与刘玄境赵归真勾结 排斥佛教 提出拆毁佛式的要求 武宗也准许 四月 查核全国核定有案的寺院四千六百座 私人寺院四万所 出家的僧尼有二十六万零五百人 这时道士门还谎称 孔子曾说 李世十八子 仓库未尽 便有黑衣天子的离国 黑衣天子 指出家的僧尼将会成为帝王 武宗竟也相信这些话 从此更讨厌僧尼 认为自己便是第十八子 将有僧人夺下地位 天下将落入僧人手里 若扣除武宗及重复的宗宗 瑞宗 武宗是第十五位皇帝 若将商皇帝也算进来 武宗则是第十九位皇帝 七月 武宗下造合并 财测天下佛事 宗书宗奏请 废毁佛事同向宗庆 交给盐铁使资钱 铁像资成农具 金银黄铜等销毁上交度资 官吏百姓家中的金银铜铁佛像 在令到过一个月内上交官 当时不读佛教受到打击 其他宗教也受到影响 生离强令还俗 外国人则一律遣返本国 元人当时便被要求返回日本 开元通宝至唐高祖开始铸造发行 使用年代贯穿整个唐朝 武宗荣调天下金铜佛像法器 也将之铸成开元通宝 但在前辈标记铸壁地点 如金、洛、盐、义等 既有二十余处 唯有备昌制是表示年号 荣佛像铸壁期间所制的开元通宝 似称会昌开元 八月五中下悔佛寺乐生离还俗之 五中首先平起佛教 今天下生离不可生离 皆待难死、待残人意 事与朝礼莫知寂寂 皆宁够朝食、前宁供居 然后说到悔佛的成果 天下所拆室四千六百余所 还俗生离二十六万五百余 充收两岁佛 拆招提兰肉四万余所 收膏与上田数千万起 收奴婢为两岁佛十五万余 佛教至此受到严重打击 十二月 五中之入秋之后 便觉得身体有恙 倒是说这是在换骨 而且对此事保密 大臣们对五中不再像过去一样的游猎 只觉得奇怪 宰相面咒时也不敢久留 五中甚至停掉一年正担的朝会 会昌六年三月 皇上游病 下照改育名禅为炎 五中器重方式 常扶持丹药 到这时发作 喜怒无常 病逝很严重 十多天不能说话 宰相李得玉求见 也不被允许 朝廷内外不知皇帝病情 人心幽居 二十三日皇帝逝世 得年三十三岁 唐宣宗随后即位 是五中的皇宿 宣宗勤俭治国 由小太宗之称 唐朝国事有所起色 百姓日渐富裕 此十分腐败的唐朝 呈现出忠心的小康局面 史称大宗之治 五月下令杀道士 刘玄敬等蛇人 理由是他们用邪说迷惑武宗 排斥诋毁佛教 一年改元大宗 任三月时下照 凡是会昌五年 寺院所废的寺院 如有老陈明生 能重新创修 听任所为助辞 官方不得禁止 五中的灭佛政策 到此时完全结束 灭佛虽然就此结束 可是中国佛教的许多文物 就从此失传 元气大伤 宣宗在位十三年 在大宗三年时 据宣宗迎奉佛子 正好三十年 宣宗虽然恢复佛教的元气 却也始终没有迎奉设立 北魏太武帝灭佛后 忽然深感立即 疼痛不可忍 太武帝极为惊惧 腰斩吹号以谢罪 北中五帝灭佛后 感染立即 身上大发庸疮 不久崩除下了地狱 有赖随文帝为他诵经做功德 消灾解恶 佛教的书籍通常会将上述 两位帝王的情形归纳为 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重要基础理论 也是很合理的论述 那么 晚唐五中的会昌灭佛一事 有没有哪个人遭逢恶报呢 近世有文章说 韩语本人因撰写原道 论佛古表等 放佛文章的恶报 现正在恶鬼道中受苦 这一则文章 极有可能是伪造而成 我们现在来探究一下这个说法 这件事要从明初思想家 张太炎先生说起 张太炎于民国二年八月 遭受袁世凯软禁在北平龙泉市 直到民国五年六月 袁世凯死去才恢复自由 软禁时间将近三年 张先生于民国四年十二月起 连续二十多日 这段期间 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怪事 先生梦见有人请他到民府去审理案件 工作类似民间传说中的阎王或判官 张太炎无法理解 于是写信给中阳上人 请上人为他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事情 张太炎先生在民国五年三月三十日的 至中阳上人书写得很清楚 可是信中完全没提及 民府里曾经见到 韩裕在恶轨道 目前网路上那些强调 韩裕落入恶轨道的文章 来源都指向特定个人 在网路上发布的奖金内容 这个奖金人一直说是张太炎告诉朱敬咒 朱敬咒在告诉他的 而朱敬咒是张太炎的三女婿 有鉴于这个人言论内容 已发生日渐起义的情况 特地提出来 在此并非找任何人麻烦 或是为韩裕说话 只是希望实事求是 不要人云亦云 韩裕落恶轨道的传闻或许是假 但张太炎信中所述之事 却充分显示出佛法的奥妙 信里说 任职炎王的他们 听到犯人投诉狱卒 对他们私下动用鞭打 铜床铁柱等等酷刑 于是判官们禁止狱卒 做这种不在律法之内的行为 狱卒们却都表示 绝对没有偷做这种事 判官们后来甚至撤换全部的狱卒 犯人们还是投诉遭到用刑 乃至犯人当场指证历历 却只有犯人自己感受遭到刑罚 同样在场的其他人竟是一无所见 于是张太炎先生明白了这真是佛陀所说 三界犹新的意思 夜感报应便是如此 唐宣宗于大宗十三年驾崩 义宗即位 这尊捧真身菩萨 是唐义宗于贤通十二年三十九岁生日时 为供养佛子设立而尽造的 贤通十四年迎送佛设立时 捧真身菩萨与佛子一并请入地宫 永为供养 捧真身菩萨双手捧着刻有发愿文的 刘金银扁荷叶坛 愿文为奉为瑞为 英武名德智人大圣广孝皇帝 敬照捧真身菩萨 永为供养 福愿圣骤万全 圣之万业 八方来福 四海如波 贤通十二年清玛岁 十一月十四日 皇帝延庆日 捧真身菩萨照相取法于吉祥天女 连台树邀战科四大天王 不但契合发愿文中 八方来福 四海无波的正护国家思想 也与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的法义相应 此尊菩萨的表法有是 一为供养 二为护国 三为颤罪孝宰 四为征服严寿 这也是日后第一尊在地宫出现作为供养品的佛菩萨像 这也是贤通十二年所制造的金函 两年后迎送设立 以及封闭地宫时的坛场 都是当时长安城大兴善士高僧智慧伦主持 这个露顶纯经宝函 并是智慧伦所供奉 上科有 贤通十二年认八月智慧伦经朝 从捧真身菩萨与智慧伦路顶纯经 饱含这两件供养物 可以得知 义中为了迎奉佛子 早早便已开始准备 到贤通十四年 为了即将来到的迎奉佛子庆典 义中向来迎佛古色伦 大色天下 除了重大恶罪者 在诏书道后三天 所有罪行必须依色文减轻 处理完毕 这是唐帝国最后一次迎奉佛古 贤通十四年三月 义中下造两阶僧与奉祥法门寺迎佛古 于是法门寺到长安城 三百里间日夜车马不绝 四月八日 佛古到京城 从开远门到安抚门 踩彭夹道 念佛之声震动大地 义中登安抚门迎礼 迎入宫中供养三日 再送到京城各式 这时四生妇女云集 威夷盛世 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这次迎奉活动 由官邦或诗人发动的乐队 宜藏护卫的盛况 竟然远远超过天子南交 祭天时的规模 秋天七月 义中来不及送返设立即告驾崩 唐西宗贤通十五年真月四日 送还佛古 供奉围祺九个月 按照佛教仪魁 将佛子设立 几百千件西式珍宝 一同封入塔下地宫 用唐觅曼陀罗 结坛供养 大唐王朝最后一次迎奉佛子的活动结束后 法门寺归于成吉 塔下地宫也逐渐被人们遗忘 迎奉佛古的庆典虽然浩大 但是竟然没有文史记载当时伴随设立一同进入地宫的供养物有些什么 一千多年后地宫出土 当时西宗封闭地宫时 由于放入这桶石碑 使后世人们得以对地宫中的供养物 数量 供养人 有最直接可靠的依据 因为是皇室格局的地宫 供养器物 无论在类别 形态 材质 数量等等 都到达令人惊艳的程度 地宫发现的遗物以性质区分 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佛子设立 包括金冠银果 宝寒 汉白玉阿玉王塔 铜符图等设立容器 二是供养物品 包括金银器 铜器 瓷器 琉璃及各类珍珠 宝石 玉器 漆器 杂器 师之品 若是以供养来源区别 按医物账碑记录顺序 可分为七大类 一是唐义宗迎佛古前 室宗已有物品 即七件 二是义宗供养物品 即一百二十二件 三是西宗供养物品 即七百四十四件 四是慧安皇太后 及朝宇晋国夫人供养物品 即七套 五是诸头供养物品 即九件 以上总计 二千四百九十九负 梅 领章等 六是清检者 即供奉物检典 七是智慧轮供养物 即五件 上述供养物有时一件集一个 有时一件中包含数小个 不太容易统计 而且唐代的个体量词 与现代有很大差异 在理解上有些困难 但还是先从这些为数庞大的供养物中 选择几样供大家欣赏 八重宝含 八重宝含这个名词得至衣物账碑 食物的形式、材质均与碑文一致 八重宝含于一千多年后在地宫的后世出土 四枚设立中第一枚出现的银骨设立便藏在里面 四轮十二环银席藏 长翼中供养 高一百九十七公分 四轮十二环 古册铭科 文诗愿准贤通十四年 十左金龙未将 红雀等八十四字 得道梯正席藏经中说 席藏者名为智藏 义名得藏 此此藏及此佛生 四五十二环是释迦牟尼佛所教 二古为迦瑟如来所知 习藏的形式蕴含了佛法 如三土、三解脱、四屁、五根、五立、八正道、十二英元等等 所以名为得道梯等 这根习藏日后在地宫的后世被发现 在发现此习藏之前 藏于日本奈良昭提寺正昌院的二古六环白铜头习藏 曾被誉为佛门习藏之王 寅真身宿面金波鱼 唐义中供养物 于贤通十四年兆 于言有名文 密色词 唐义中供 晚唐时最上品的月瑶千锋翠色青词 专门作为贡品 臣名不得用 因此称为密色 历史上只知其名 从来不清楚密色词实际的情形 直到法门式文物出土 物账碑明确科宅 在账物相符的情况下 才有了最完整的食物 整套金银池茶具 这是唐习中使用过的流金茶具 这套茶具有茶笼、茶碾子、茶螺子、茶炉、茶池、茶盆、茶碗、茶托、调料成器等 包括了从茶叶的储存、烘烤、碾膜、螺塞、烹煮到饮用等 全部工艺流程和饮用过程所用的器具 从这里看到了唐人吃茶的讲究程度 完全印证了陆语写的茶经中的有关内容 现在日本茶道的器具也几乎与此完全相同 证明了日本茶道源自中国唐代 在义中迎奉佛旨之前 汉林学士刘允章曾写了《执箭书上奏》 直言当时朝政曾有酒破隐忧 义及九大破国现象 其中第五破只指广照佛式 而第八破、第九破与佛教也有间接关系 可见依刘允章的看法 义中时期佛门的若干现象 已经是国家社会的败亡根源了 事实上唐义中游艳无度、沉眠酒色 以致政治腐败 凡政割据重新兴起 唐宣忠忠忠的成果被他损耗殆尽 与其说义中有全心全意迎奉佛子的前程 不如说义中有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愚昧 在西中送还佛谷的次年即发生皇朝之乱 潜伏二年王先知在长元起兵 皇朝在冤居响应 广明元年十一月 皇朝攻陷长安 西中逃奔四川 皇朝在寒元殿称帝建立大旗、年号金统 四年后的中和四年六月 皇朝在泰山狼虎谷为部下林檐所杀 乱世平息 皇朝之乱是唐末乱世中历史最久 遍及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战争动乱 这个乱世霍原大唐半地江山 均名死亡达八百多万人 几乎是在已经百孔千仓的唐王朝 在给一记致命的打击 二十三年后 朱温串唐 视为后梁太祖 唐朝走入历史 国座两百八十九年